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品酒会确实要开2017的Vintage 就是这个2017年份的法国波尔多酒 原因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需要成年需要时间 那大家提到这个法国波尔多酒 就知道可能很多的名词会连在一起 比如说五大酒庄 甚至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极数酒 好多这个比较专有名词的部分 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的粉丝朋友解答解惑一下 好了什么是极数酒啊 好 我们先来讲极数酒 这是1855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英法他们有一个潜在竞争的关系 所以当英国已经举办了万国博览会 法国不落人后 举世瞩目 法国该端出什么东西让大家开开 我想要办一个万国博览会 这个万国博览会要怎么样才能够展现国力呢 那就是我们的农业好厉害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很棒的葡萄酒 那对的葡萄酒 高品质的葡萄酒 由波罗多这个地方的酒商 当时是利布恩一个小镇这个地方 他们的酒商主导 推出来的酒呢 大概有60几个酒庄的产品 怎么分级 他们这些就是有分级的 有在名单上面的依据他们的价位 来分成一级酒庄到五级酒庄 总共有60几个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极数酒 那这个极数酒在后来 因为它产量大 波罗多算是去法国产量最大的产区 所以全世界要喝法国葡萄酒的时候 自然就会不小心买到了 遇到了就是子弹多 很多的这个葡萄酒 那我要从何买一起呢 所以国外的市场就想要买有名的葡萄酒 这有名葡萄酒就是走极数酒 买极数酒 这个是帮波罗多打开全世界名声 很重要的一群酒庄 就我们的这个新年份发表会 就是有他们的UGCB 意思呢就是 就是波罗多的 列级酒庄联席会或协会 对 这个协会 然后同时等于是几乎请整个波罗多的力量 或者是说请全国全法国的力量 向全世界展现好品质的酒 是 那波罗多2017年份嘛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葡萄酒那么在乎年份 对 我那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餐厅吃饭 有时候搭外配饭的时候 只要是提到当天晚上喝的是波罗多酒 试酒师绝对会开始介绍这个地方当年的天气啊 然后降雨状况 气温甚至是收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危害 像霜害等等 这都是每次提到波罗多酒一定会连接在一起的相关知识 2017年份蛮特别的 嗯 是 对 我们好像说当年其实在4月份就遇到了一次很大的霜害嘛 是 没错 在波罗多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 它是一个久病成两一的产区 是 是 是 在法国有些内陆的产区 它其实降雨没有那么的多 嗯 比较靠内陆就大陆型气候多一些 对 所以波罗多靠海 那温暖潮湿降雨不规律 所以有时候降的多有时候降的少 有时候是在这个季节多那个季节少 是 是 是 所以看年降雨的总量也不准 然后看它降在哪里有时候也不太准 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雨下的多的话 但是它有波可以排水 或是土壤不会那么吸水 不同的地形 不同的种植区域 都会导致它 土质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要根据这样子的环境条件 来选择一个对的葡萄品种 OK 一个可以适合这个地方的葡萄品种 因为它会熟 所以波罗多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河 那这条河流进了之后 我们面向北边有分左岸跟右岸 是 左岸右岸它们的土壤结构不一样 那它们适合的葡萄品种也不一样 嗯 我们待会一起再喝这些2017年喜速酒 你会发现 告诉大家有怎么样子的混酿的品种 就是说不同品种 然后混酿不同的比例 口感风味喝起来会不一样 是 那2017年总的来讲 就是你刚提到双嗨嘛 4月底的双嗨 4月5月之交的这个双嗨 其实让今年的波罗多 2017年这个年份 它的中产量减少40% 所以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但是很幸运的是 急速酒它们由于地理的条件 通常都是比较排水良好啦 或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地势低的地方容易受到伤害 那高的地方就比较没那么 风险没那么大 所以急速酒它们的品质 它们的产量 其实跟往年比较起来是相对稳定的 简而言之其实大家在提到波尔多酒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highlight它的年份 就是因为它每一年当地遇上的气候条件 降雨的状况 甚至气温会不一样 所以养成了这些品语人士 他们会需要用年份来理解一下这一年的酒 究竟入口的滋味 或说值不值得投资嘛 对不对很多这个高级急速酒 其实买过来不见得是要喝 而是要继续越沉越香 成年品味 我们待会也会喝到一些适合成年的酒 那讲到是不是和成年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每个年份的品质不同 在早期的确是这样子的 那它们就是因为贸易靠海 所以贸易非常的兴盛 那为了要让买家知道这个年份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它们就发明年份这个概念 但是因为现在技术金普拉 那我们可以预测下周的天气 所以这样子的气象预报 然后技术的进步 都让现在年份已经不再是一个限制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句话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就各位可以记下来 波尔多啊 已经在现在已经不再有不好的年份了 只有比较辛苦困难的年份 就是你要花更多力气去照顾 才有办法酿出一样的酒 但是现在已经不会是年份去主导品质 因为技术已经进步了 对随着这日行月异科技的发展嘛 对不对 那我们提到这个混音 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 波尔多这个地区不同村庄 在2017年的出产这个酒 每一个村庄的品质风味怎么样 是 那就跟我们一起去喝酒吧 走 王河老师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村庄 贝沙克雷奥良 是 这个地方的特色和风土条件是什么的 贝沙克雷奥良 贝沙克是一个村庄的名称 雷奥良也是 贝沙克雷奥良它是位于波尔多左岸 波尔多市南边的这一整个区域 我们觉得这个风味怎么样 我觉得它的风味平衡得怎么样 2017年份 因为我们觉得有一股 有点像是松木般的风味 嗯 这样松木般的风味是贝沙克雷奥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这一款酒虽然是新年份还算蛮年轻的 但是已经蛮可以喝了 蛮好喝的对不对 就是很适合直接饮用也很棒了 嗯 你会觉得有点色色的吗 不不 这个色感不强烈 不强烈 但是啊 对于有些 有些平常没有在喝红酒的人会觉得新年份很色 这个时候我会推荐另外一款 也是在这个产区的贝沙克雷奥良 OK 叫做Domaine de Chevalier 骑士庄园 嗯 那这个Domaine de Chevalier 口感会特别的柔软 就是我们 这一支吗 对 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款 这一款 OK 它会口感比较柔软 比较容易喝 而且芬芳度都很不错 那如果说想要买这样子的酒 就是会有单宁 但是可以成年的 是 那成年之后可能会更好喝 或是更符合一般人的接受度的话 那我这边会推荐 Shadow Obay 跟Shadow Smith Ola Fit OK 那这两款 现在喝会有点色色的 没那么好喝 但是经过训练的味蕾 会喝得出它的底蕴层次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喜欢 在这种新酒发表会上面 一起评饮啦 喝新酒 有些人会觉得不好喝的酒 但是我们可以喝出它的底蕴 OK 待会你会慢慢的 进入到这个状况 我们再走入更多不同的村庄 会跟粉丝朋友来介绍 不同村庄酒的特色 是 老师我们从贝沙克雷奥良 往北走到圣埃美濃这个村庄 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有稍微闻到了 这个酒的芬芳 你是不是感觉到闻到更多 类似果酱的香气 对对对 稍比较甜一点 不到腻 是 而且有些烟熏啊烧烤的感觉 来自于橡木桶 我们现在来到的村庄 圣埃美濃它是在右岸 所以我们刚喝的是左岸的南边 现在是喝到右岸 所以是往东北边这样走 我们穿越了中间的台地之后 这是白酒中庄产区 但是没有急速酒 OK 我们现在到了圣埃美濃 圣埃美濃它其实严格说来不是一个有 这个波罗多1855年急速酒的地方 因为1855年的分级是针对左岸 对 那右岸他们自立自强 所以他们自己有 意外的一个急速制度吗 没有错 他们有自己的分级制度 那我们现在喝到的就是 它在这个分级制度之下的所谓的 右岸的圣埃美濃的急速酒 我们说到这个右岸 其实它在混酿的时候 葡萄品种是美濃又多了一点 是 没错 你刚刚讲到这个美濃 我帮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美濃是什么呢 美濃是一个葡萄品种的名字 在波罗多我们有三个主要的葡萄品种 其中两个呢 红葡萄来讲的话 就是卡本内家族的葡萄 卡本内苏维农 跟卡本内弗朗 这两个呢 都是丹尼稍微多一些的 那美濃就是丹尼稍微少一些 比较柔滑一些 但是不是没有 而是它容易熟 所以在萃取的时候 出来的这一个丹尼 它不会那么的咬口 它会感觉有点很丝绸的口感 你喝了吗 对 我还没 那我们喝喝看 这种丝绸的口感 这是我选这款酒的原因 入口性更好一点 对 果香平衡 你会感觉到 它这个舌头好像被很细腻的 这样触感包覆 我们会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样子的口感 叫做silky 像丝绸一般的 酒感是比较滑顺的 有丝绸般的口感 它的梅酪的比例稍微高一点 比卡本内苏维农多一些 比卡本内苏维农多一些 OK 我们在主案会种卡本内苏维农 我们在右岸会做卡本内苏维农 OK 所以这样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对于这个波尔多这边酒的 葡萄品种又多一点认识 是 而且我们现在喝的这个酒妆叫做 Château Garnon La Gafferie 它在右岸的这个 珍爱美农的台地上面 它不是在台地的上方 它是在台地的波上面 OK 因为它不是在最低的地方 所以在2017年这个 4月5月的伤害的时候 它并没有什么样严重的受创 所以在台地上面都是酒庄 好酒庄伶俐 我们现在就是喝一个 Garnon La Gafferie 那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能会好奇 那这种很柔软的酒 这个美若很柔软 可以成年吗 其实可以 我今天推荐一款叫做 Luxe du Gasse 另外一个酒庄 这是另外一个酒庄 它的口感会有比较多的丹尼 那果味啦 平衡度也都非常的好 现在乍喝之下 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讨喜 但是 专家是喝得出他的 肢口肚没有这么的滑顺 但其实架构是很不错的 适合再多放个几年再比较 没有错 对 那如果说想要现在喝 很好喝 然后又很深沉的话 有另外一个酒庄很择推荐 叫做Vallon d'Hau OK 这个Château Vallon d'Hau 嗯嗯 从酒标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酒庄的样子吗 是 我们在酒标上面 经常可以看到 他们的异象的设计 可能是家族的文徽啦 像我们刚刚喝到的Garnon La Gafferie 这个就是一个家族的文徽 它叫Neyberg家族 那在当地是蛮有名的 他们甚至跨国酿造 OK 那有些葡萄酒的酒标上面 葡萄多吉树酒 它就是展现出这个Shadow 就是酒庄的样子 对对对 城堡 城堡 那有些城堡是 真的是很上向哦 但是有些城堡 它就是一个农舍而已 所以它 我们觉得这个法国城堡 会有一些一定的想象 但是其实有时候 从酒标上就可以看出来 究竟当地是长什么样子 是啊 没有错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幼岸 深爱美农 非常推荐的三款酒值得一试 好 好 所以我们刚才聊到法国 波尔多酒的不同葡萄的混酿 那我们提到了有一款葡萄很著名的 叫做Melo 这款酒 它的这个葡萄酿造出来的酒 特别silky 我们刚刚讲说是很丝滑的 甚至这个香气很饱满的果酱香 在这一支我们说走到波美侯这个村庄 这个产地又更明显了 表现得更好 对 在右岸波美侯这个地方 它的黏土层 还有石灰 它的整个结构是更主导的 对 所以深爱美农最好的酒庄 都在台地上面 这个台地是裸露出它的石灰底盐 那有一些地方是零星的分布一些黏土 那在波美侯这个地方 它是黏土跟石灰 还有风化的这样子的成分 比例又更高 然后有一些地方是散布的一些冰河石 但是主要来讲 波美侯是一个非常适合种植梅酪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在波美侯喝到梅酪最经典的表现 我们现在也可以喝一口 好 我们来几杯 你目前都喝不到就我们喝得到 看直播的粉丝朋友现在一定是羡慕嫉妒恨 我们喝到这支真的是果汤味很完整 非常的柔软 所以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梅酪这个品种名称 M.E.R.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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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怎么去记 因为品种名称很多嘛 因为这很好喝嘛 动作要快 慢了就梅酪 哦梅酪 OK 现在粉丝朋友一定记得 很清楚了 怎么样子的这个葡萄酿出来的酒 是最这个果香很完整的 然后架构也很不错的 梅酪这个葡萄品酒 波梅侯这个产区 它相对比较比较小 然后又有精彩的梅酪 所以这个梅酪 在波梅侯 因为这个声明大造 它甚至被比拟为说是 波尔多范围里面 最具有果香代表的产地 所以在这个地方出来的梅酪 就是声望非常的高 然后大家就要抢着喝波梅侯 所以波梅侯的酒 向来都不便宜 OK 我们今天喝到的这一款 带大家我推荐的是 Shadow Cleané Shadow Cleané这个酒庄 非常的精彩 但是我们在会场现场 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推荐的 它是一个非常物美价廉的酒 就是物有所值的酒 那叫做Shadow La Gabbana 也是在波梅侯这个产区的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 我的这一瓶Shadow La Gabbana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那我们现在喝到的Shadow Cleané 算是万种选一的啦 对 所以可以算是这个2017 Vintage 我们目前会场上喝 觉得在波梅侯这个村庄 表现得很完整的一瓶酒 在波梅侯这个地方 它还有一个比较低波的低波处 它叫做La朗德波梅侯 那这个La朗德波梅侯 这个产区它的地势比较低 所以受灾就比较严重 在2017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就有提到4月份 曾经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伤害 所以其实导致2017 整体波尔多的酒量 是减采了40% 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从刚刚到现在 我们从左岸的南部 有梅洛 有卡本内混量 然后现在到了右岸 开始出现了梅洛 比较多一些 然后梅洛最经典的波梅侯 接下来我带你再去喝其他产区 好我们再到下一个村庄走 好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走了 左岸的南部 然后又到了右岸 现在我们又再回到 河左岸 波尔多地区这里 是 左岸的北边 对 左岸的北边这个地方叫做梅多克 梅多克这个字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早期的拉丁文 它的意思呢 就是在水的中间 那什么水的中间 是啊 那就是大西洋跟吉隆特河 就是波尔多的这条河 左岸和右岸这条河的中间 那在左岸呢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葡萄园 都在河岸 是 我们传统的大酒庄们 都在河岸 就是在买房屋的时候 房地产喜欢说 他们卖以上的说 哦 这是河岸第一排 这是河岸第一排 对 河岸第一排有非常多的 鹅卵石层肌 它特别适合在白天的时候啊 吸热晚上还会放热 所以比较不容易熟的葡萄品种 比较晚熟的葡萄品种 像卡本内苏维农 这一个这样会有单宁的色感 那它需要更多的日照 或更多的热能才能修成 那就特别适合 种在河岸第一排的鹅卵石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尝试看看 在梅多克这个地方 相对没有这么靠近河 反倒是更接近寒一点的 对 比较内陆一些的 是 我们先来喝喝看 来好 色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尤其是我们刚才比较了 梅洛 没错 这个Clinic的酒庄 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是 所以我也喜欢讲一句话 就是这个葡萄品种叫做 卡本内苏维农 嗯嗯 那卡本内这个字怎么 怎么去记忆它 就是 它是因为要来这个教我们如何记忆 尖色英文字 法文字 哦 法文法文字 叫做卡本内嘛 对 卡本内喝了会卡卡的 卡卡的本来就很正常内 哈哈哈 好再复述一次 让粉丝朋友可以记得一下 卡本内 卡本内 卡卡的本来就很正常内 哈哈哈 还要加一个语助词 内 卡本内 所以这个色感 那你可能会很好奇说 能不能成年 事实上啊 最精彩的葡萄酒 应该要是在年轻的时候 就算它的丹宁很卡 或者是有点粗糙感 但是都一定要是某种程度的细腻 而且风味一定要是够撑起这个酒体均衡 以至于它在成年的过程当中 丹宁已经柔化了 果味还要在 OK 这样才会是好的成年的酒 是 否则它不管是风味的表现 入口的感受 都会随着棉份又在地降 是 所以就变得不色了之后 变得国味也不见啦 那也没那么好喝啦 所以这边还有个概念就是 波尔多很适合成年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它在酿造的时候 有卡本内 卡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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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调配 它可以成年的 要有成年的实力 以前的波尔多颜色很浅 我们叫淡红酒 对 但是到现代化的波尔多 是 这个是很晚近的事情 叫现代化的波尔多 颜色比较深 比较黑 那这样的葡萄酒要成年 那成年的条件是什么呢 成年的实力跟成年的价值 是不一样的 OK 成年的实力就是 你可以成年可以放 不会坏掉 但是放得也不好喝 嗯 成年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你不但要有那个能力 有丹宁有色 但是果味也要很多 OK 所以就是我们在Made Out 这个产区 对 学习到的知识 是 而且跟大家推荐叫做 Château La Lagune 对 这个产区的这支酒 对 La Lagune在这边 对 或许我们 好 这款酒 对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喝 我们来喝喝看其他的 梅多克 其他的村庄 OK 非常的精彩 好 我们要继续往下个村庄走 老师 我们继续在波尔多整个大地区的左岸这里 走到马哥村庄 是 这个地方很多人形容它是 特别适合女性喝 或说这个地方酿出来的酒 是比较有柔性 比较女性特辑的原因是什么 香气吗 是 原因是因为在闻的时候 它香气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但是口感都非常的滑顺 所以很多饰酒师他们在 闪述这个村庄的时候 这个产区的时候 他们会说 这个就是一个贵妇人 或者这就是很水 看你想要用好听的 还是比较不好听的 但是很忠实的呈现这个产区 我们来试一试 这支2017年份 马哥产区 这个是Château Giffon 我们的这个使用词会说很水啊 比较滑顺柔滑一点 老师你觉得 今年2017这个表现怎么样 2017在左岸是非常精彩 但是一般来讲 最精彩的三个村庄 被认为是我们待会要喝的 Boyak 圣朱里安 跟圣埃斯台夫 我们待会再继续喝 你会知道 哇它的精彩在哪里 但是2017的马哥 这个产区是很很正确的 其实我们说马哥是一个产区 不是一个村庄 是因为它是用这个产区里面的 不同的村庄名称 总共组合起来之后 变成一个产区 对 然后用马哥这个村庄的名字 为代表 OK OK 叫做马哥产区 那这个酒庄 我们今天喝到的Château Giffon 它是香气多于风味 是 那但是有些 有些酒庄 它是风味架构更完整的 就是更有味道的 OK 不会那么水的 所以我可以推荐一个叫做 Château La Sconde 这个呢 是马哥这个产区里面 这个年份2017 特别有风味 这种口感的 触感的 一款酒 那如果要成年的话 我会特别推荐 Ho Zang Seigla Ho Zang Seigla 它的架构生成 这个城堡 这个酒庄的一直都很适合 是成年的 是吗 它出产的酒款 它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被香奈儿集团购买了 那有了资金之后 翻新设备 然后品质的要求 酒标重新设计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慢慢走精品路线 是 这个酒庄不会让人失望 嗯 那另外一个是很好喝的 在这个2017年份 我很推荐Dudect Château Dudect 它就是表现出这个马哥该有的口感 香气 然后架构 就是中规中矩的一款酒 好 那我们即将要再前往下一个地方 St.Glion 是 很精彩的一个地方 隔壁村庄舰 是 现在我们来到了圣朱里安这个产区 圣朱里安这个产区 最有名的就是 它在波罗多的左岸梅多克这个地方 它在马哥产区的北边 那位置很接近 所以风格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但是马哥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优雅 然后很水很薄弱 但是圣朱里安它很均衡协调 所以多了一些层次 多了一些风味 而且这边所使用的葡萄多半就是 Cabernet Sauvignon 这个Cabernet Sauvignon 它的很经典 然后再搭配美络 然后混酿出来的 所以我们2017年的年份 特别推荐的是 Château Lacroche 那它就是中规中矩 表现得非常好 我们再选两个对照组 好我们来试一试 其中一个对照组呢 是Château Béchelle 它的酒标是一个 一个龙船 龙船的造型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船呢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海军总督府 所以呢 海军总督府经过的时候 要怎么样 船跟海军总督府致敬 他们要把船帆给降下来 所以 把船帆降下来 它叫做Besval 所以Besval Besval 讲久了这边 Beschevel Beschevel 所以是它现在城堡的名字 是 它的酒喝起来 丹宁感就会更重一点 对丹宁感好像更直接一些 但是好像又更简单喝 因为它的风味并没有那么的生成 对 也很适合直接指引 这一支酒 另外一个我要推荐的是 对 Château L'Eauville Boisferret Château L'Eauville Boisferret 非常的精彩 在这杯 对对对 我这个 第三杯是这个 这个吧 刚发现这个 对 你要拿这杯 好 那这一段我们再次 好 再一次 好 好 直接来 好 第三个 这个我也很推荐的 Château L'Eauville Boisferret 它的个性就是 它更深沉了一些 所以我们刚刚推荐的一款 是Château Lacroix 中规中矩的 然后蛮饱满 但是如果说想要有 更多一点的风味 层次跟深度 诶 更完整一些 然后又可以更有成年实力一些 就是这一款 嗯 这款是现在可以喝 而且也可以 也可以放 所以我们的业界术语就是可喝可放 可喝可放 适合投资 适合全年放 也可以买了 直接带我家喝 是 放了也会越来越好的酒 嗯 所以你很喜欢这样子的风格吗 就是均衡协调的圣朱里安 还是比较喜欢比较优雅芬芳的马哥呢 我喜欢可能是我的这个 喝酒的平饮方式 比较老派一点 嗯 我喜欢这种架构完整一点的 嗯 Crabinette Sauvignon是我最喜欢的 嗯 这个真的是均衡协调 很非常容易喝一款 嗯 推荐给你们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 波亚克 对 好 更 也很精彩的村庄 好 走 反正我们刚才从 Sangulian 离开之后 来到波亚克 嗯 最著名的一个产品 是在何左岸 是 波亚克之所以很有名 是因为1855年的 列级酒庄当中 有四个一级酒庄 对 有两个在这边 但是后来有一个二级酒庄 变成一级酒庄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五个一级酒庄 是 五大酒庄当中 有三个都在波亚克 对 所以提到波亚克这边 通常就会是连接到这个 极数酒 五大酒庄 五大酒庄 是 而且在2017这个年份 波亚克非常的成功 嗯 原因是因为它的夏天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霜害嘛 4月5 5月虽然有霜害 可是它有一个很热的夏天 然后很干爽的采收季 是 所以热的夏天跟干爽的采收季 是对卡本内苏维农特别好的 对 所以在霜害发生的时候 其实对于波亚克这边影响也不大 因为它地势也比较稍高一点 是 所以整体这个减量修成的部分 其实也不在波亚克这个地方 比如说2017的波亚克产出来的这个酒 其实它的品质或者是量 都还是跟往年是挺一致的 是没有错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波亚克是河岸第一排 所以它有河面 独占优势 就是说可以调节气温 所以在这个地方反而不会有伤害 是是是 像我们现在喝到这个波亚克 我特别选了五款酒 因为波亚克实在是太精彩了 对啊 好难挑喔 是 所以我们这边选出来的是 Clec Milon 我们现在一起来喝这个 俗称双人五的酒款 对 相信这款酒对于很多 习惯品颖的人士来说是蛮熟悉的 这个双人酒 非常的深层 研究我们注意到这个丹宁 很多 很细腻 甚至比刚刚我们讲到的这种细腻的触感 它再更深一层 对对对 我们来教大家一个描述的方式 好 这种很好的年份的卡本内素未农 我们会把它形容成叫做 戴着丝绒手套的钢拳头 哦 它是很直接的 很有力 好像是直拳对决的 嗯 但是你入口之后又不觉得恼人 不觉得不舒服 表面的触感是很好摸的 但是很有力道 对对 我们现在来喝另外一款酒 好 这个叫做Bichon Lalonde Château Bichon Longueville Gondes de Lalonde 好 这个叫做 Lalang的伯爵夫人宝 嗯 我就知道这个香气 红色的莓果更多了 口感会更柔软 同样入口之后也是非常的直接 但是又够沉稳 柔软的口感 让你仿佛感觉到好像 有一个圣朱里安的影子在里面 嗯嗯嗯 这是这个酒庄很傲人的地方 那一般的收藏家都会 特别收藏好年份的Bichon Lalonde 对 而且它的酒标其实非常的经典很大方 是 就完全是烫金字这样子 没有错 红白然后金非常适合你 要不要买一瓶回家 这样 我们 目前节目肯定是要大力采购一番 我们同样非常推荐的是这一款 对 我们同样非常推荐的是这一款 对 这种劲道 丹宁 这种口感的这种 哇 这种粗犷 就会在这款酒里面喝到 但是在成年之后就会非常的好 也就是它会发展出风味 然后口感慢慢柔化 这个酒庄叫做 好 好 谢谢老师推荐我们还有更多酒庄 是 没错 老师我们在谈了这么多 法国孤尔多酒庄逛片了嘛 那我们有提到说 其实现在不再有不好的年份 其实透过不同的科技的方式啊 或说科学技术 甚至是产学合作 都可以表现出它该有的酒体的样子 在Saint Safety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 是 我们现在在圣埃市台湖这一个产区 有一个酒庄叫Felon Secure 这个酒庄它的背景大有来头 因为它是国家支持的一个产学合作的酒庄 啊 在这个酒庄里面他们有所有的格西 就是从葡萄种植 然后葡萄园的管理 一直到卫星连线 然后这样子精密的土壤分析等等的 非常精密农业的方式 他们号称他们是每一棵葡萄树的底下 都是一块葡萄园 这样子的分开管理 所以他们等于是圣埃市台湖这个地方 甚至是可以说整个博尔多技术的指标 就我们现在来喝2017年这个酒庄的酒 好来尝一下 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从香气到口感架构 包含它的混酿的技术 调整的方式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风味架构是非常完整的 对 而且很有成年的实力 因为它丹宁之在的 而且风味的架构很饱满 它的香气其实在闻的时候也很明显的 是没有错 这个香气 要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2017年的新酒当中 特别选了圣埃市台湖里面的这一款酒呢 新闻它的香气表现是超越其他酒庄的 对对对 它在闻的时候包含在入口之后 鼻腔整体的味道 是 很饱满的 那接着酒庄 Failon Secure 2017极数酒当中 这个波尔多产区 我们在台北这里可以品尝到有五支 不同的干白 是 那我们现在来品的这个是在 贝沙克雷奥梁这个产区的 这个酒庄叫做 Shadow Smith Ola Fit 向来都是行家追捧的 非常爱的 那刚好2017年是一个 波尔多的干白酒 贝沙克雷奥梁这个地方 非常好的年份 贝沙克雷奥梁这个地方的白酒呢 会经过木桶培养 所以它相对来说 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修成 所以在口感的上面 你会有木头的味道 你会有水果的味道 蜂蜜啦 花香啦 刚一入口非常的滑顺 甜花甘橘的香气 可能还会有一些 像水蜜桃啦 这类的气味 百香果有时候 粉丝朋友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试一试 2017年份 法国波尔多的干白酒 是在贝沙克雷奥梁这个产区 它的表现真的是 架构也很完整 很滑顺 我们说这一年 很多这个 波尔多地区的 红酒可能备到 备受冲击 但在白酒的部分 相对少 相对来讲 白酒是非常精彩 而且产量是足够的 那我们这一排 可以再推荐两个 贝沙克雷奥梁的白酒 也是在今年的酒产有出现 一个是Château Houl 另外是La Douche Martillac 那这两个酒庄是 在我们今年参展的当中 算是也非常值得推荐 但是总的来讲 品质是水准都非常高 很难去在五款里面去跳出 特别好的三款 也就是很要割舍 是是我们现在品尝这个是干白酒 就还要再去手店产区 甜白酒 是好 我们就立刻到下一个村庄 老师我之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曾经到匈牙利 托卡尔产区 喝过贵府酒 也去过贵府酒造 但是我们品尝了这个是 法国波尔多地区 首站的贵府酒 甜白酒 滋味又更上一层了 没有错 因为在匈牙利 那个地方 他们在做贵府的时候 他们是用了贵府葡萄 跟新鲜的葡萄 去混在一起 是 所以你会有新鲜的葡萄 就是非贵府葡萄 给的 给的酸度 是是是 但是在手店这边 百分之百 全贵府 全贵府 它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有酸度 去让它不会那么死甜 你也可以有很多的风味层次 我们现在选的这一个呢 叫做 它非常的有风味层次 所以它虽然好像 感觉很甜很甜 但是它让你闻 跟喝第一口第二口的味道 是不一样的 让你不觉得腻 闻的时候反而有一种 台湾人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茶香飘出来 是啊是啊是啊 那很多时候被描述为 就是有点像是红茶香啦 伯爵茶啦 那水果茶啦 因为它里面会有什么 水蜜桃的风味啦 荔枝啦 玫瑰啦 饼干啦 蛋糕啦 这类的香味 蜂蜜啦 入口之后我们觉得 不只是甜味这么单一 就像老师刚刚说了 有各种不同的层次 茶香蜂蜜感也都有出来 花香也很浓郁 我们来给个彩蛋好不好 好 如果观众朋友想要男生的话 要喝这一个 因为 怎么说 吃滴滴吃好心 老师真的是非常会说话 是吧 所以像甜白酒现在的销路 好像没那么好 原因是因为 它虽然现在是历史上来讲 整个宏观的历史 它是一个价格的低点 是 因为我们现在提倡健康饮食 我们少油少糖少盐 所以大家不太喝甜酒 但是其实甜酒它的品质非常的高 我们在会场上还有另外一个甜酒 另外一款贵府 它叫做 Hen Vigneur 这个酒庄的酒 它来自于锁店的另外一个村庄 标示为锁店 可是它是锁店这个产区的另外一个村庄 它会比较有花香 那这个Hen Vigneur也是蛮值得尝试的 但是它的甜度就会感觉比较直接 更突出一点 就是你会好像只喝到甜 但是有人就喜欢那样的味道 那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Shadow Geekho 这样子有层次的 然后每一口的味道都不一样 OK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走了这么多 不同的波尔多村庄 或说一些产区 总共在2017年份的波尔多酒 有48款在今天的专业品酒会 都呈现给专业的买家 媒体朋友 或者是有兴趣的粉丝朋友 相信很快大家在市面上就可以买到2017法国波尔多的酒 最后我来做个总结好了 好的 宛如你有醉吗 我宛如没有醉 宛如醉了 宛如醉了 但是没有醉 好 谢谢 谢谢王洪老师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 大家收看完毕 别走开 因为我们还有大礼要送给大家 没错 谢谢大家